是零售人的 嗯 對 這我媽很不 欸 東北人說話很不朋友 我是台灣國中 世上的關係 哈哈 糟嗎 不來太早了 我給我媽再來的 生哥也來 我不用你拿 買菜咱倆先 生哥也來 要不然想說四個人接不回去啊 三個人也回不去 那個摩托車就能拖油眼 對 她那也拖一個人 嗯 來 不能咱倆上對面等一會兒啊 我問問生哥到哪了 我跟我媽先上的黃昏市場買的菜什麼的 買了鴨翅 煙燻鴨翅 我爸愛吃煙燻的 走吧 哎呀呀呀 哎呀呀呀 今天我介紹你了 哈哈哈 我到提前半個小時就跟兒子坐著 媽呀 提前老早了 上這來坐著來 我跟你媽都去買菜去了 菜都買了 你穿著這麼神秘的 你看 媽媽菜都買完了 你看 煙脂火鍋 沒有 哪裡有火鍋 你要吃火鍋呀 明天跟你做 我今天解凍 解凍魷魚了 哦 魷魚 哎呦我天 你這書包你別給他拿了 多沉呢 哎呦我天 你別拿了 哎呦媽 啥也不讓他拿 我拿來來來 我閒在幹啥呀呢 哎呦我的媽 我拿我拿 行 你別拿了 我拿過誰 你別拿了嘛 書包贈老沉 哎呦媽 我媽這麼急 我修了馬上就 大寶的啥 媽 你不是跟我說不是肉乾嗎 我告訴你 你就吃沒了 這個是杏仁脆片 好好吃哦 這好香哦 真的嗎 嗯 上次我給你買了 秒殺你的 兩天可能吃沒了 哦 對啊 然後這個黑麻夾心絲 這個黑芝麻這個 記得不 哦 哦 哦 這也好吃了 對吧 對呀 對呀 嗯 媽沒有買 買鱈魚條 哇哦 這我很好吃耶 很好吃哦 你都喜歡 都好吃 來 打開來 OK 我不能吃 看看他 你看看 看看他 這個也激動的 哎呦媽 香嗎 有耶 肉香味 大家先嚐一嚐 這個是芝麻杏仁 毛肉是夠苦 給我吧 發我的一張 哎 媽 杏仁肉 還有黑芝麻 你嚐一嚐 脆的 哦 可脆的 剛才吃 給你洗那個 拿來了 你看 你看 我媽牙口不能 不好也能吃啊 好吃嗎 好吃 香 香哦 這鱈魚條嘛 里邊夾了那個什麼 芝麻 嚐一嚐 哎 小Q急的 看 嗯 這個是 鱈魚漿 然後夾的 這個黑芝麻 可以哦 這味道 這個也香 但是它不是脆的 不是脆的 嗯 夾黑芝麻不错哈 對啊 好吃嗎 我的女兒愛吃他們家的 我會選一條 強烈要求讓我回購 我這次買都沒告訴她 好吃啊 我也在吃著呢 脆這個 乾乾脆的 乾乾脆 我愛吃他們家這一個吧 他們家這個是 有 就是有脆度 但是不是說那種很薄很薄 然後一碰就稀碎那種 嗯 很薄很薄那個就 口感的話就跟這個就不太一樣 這個是有一定厚度的 我媽在這邊吃呢哈 愛不釋手這個 我的已經到貨了 啊 然後也不知道大家那個是不是也差不多快到貨了 哈 我應該是開團第一天 啊 就下蛋的 陸續在出貨當中 啊 我要跟大家講一下 就這兩天的話有粉絲朋友留言 我看到多個留言有在 呃留言區有在這個 私信問我的哈 就說 阿丹他們家是沒有這個貨到付款嗎 可以貨到付款嗎 等等的哈 抱歉 我媽滴給我一片 哈哈哈 抱歉 他們家的話是沒有貨到付款哈 因為我也跟廠商討論 我說可不可以幫我開貨到付款哈 廠商呢 就是跟我講的這個原因 就是因為他們家官網 哦 不是阿丹這邊哈 是他們家官網 出現過多次 就是下單之後 然後可能不知道可能是忘記領啊 或者怎麼樣哈 就是過了那個領取的那個時間 東西呢被退回 然後呢 就是他可能還要重新下單 然後還在問說怎麼沒寄呀 怎麼沒收到貨呀 哦 就出現了一些誤會 然後呢 重新要再發貨 那因為老闆還蠻堅持品質的 這種東西的話就是 你可能時間長了 這樣什麼老闆覺得說 哦這個就得淘汰掉 那浪費了一包這個產品哈 就是他可能買一箱買了幾包 就浪費了這樣的產品 所以經過多次這樣的事情之後 老闆就決定說 那以後就不要開貨到付款了 但這家廠商的話大家可以放心哈 這是經營多年的 而且他們家那個 這個是台灣伴手裡的百大名店 阿丹第一次看到他們家產品的話 是在食品展上面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哈 我拿這一片肉乾小Q都急疯了 我趕快把它吃了哈 然後 不不吃小Q 這你不能吃啊 然後這個我要跟大家講就是我媽媽 這是第一次這個影片的話是上週拍的 我媽媽第一次就是去這個女兒學校接女兒 這樣的一個狀態 然後我媽跟我說了一些她對台灣國中 因為我女兒也剛生國中嘛 現在七年級 然後我媽媽對台灣國中這樣的一個小小的看法 聽我媽媽來聊一下哈 我不要跟我媽坐在一起拍 我媽臉太小了 我得坐在我媽十米開外 近大遠小啊 要不然一看全都是我佔據整個屏幕 媽你那天說接完她 接完女兒放學回來 你覺得說台灣國中你說怎樣 那天你跟我說呢 我說台灣國中 師生的關係很好 很好啊 學生敢跟老師說 那個老師打球 哦 我聽說好像是 羽毛球 他問老師打羽毛球 打羽毛球嗎 然後老師說好啊 這氛圍我看挺輕鬆 嗯 師生關係哈 嗯 師生關係 蠻好的蠻融洽的 嗯 我女兒還敢跟那個老師說 老師我想買那個什麼 那個 你叫什麼 販賣機的飲料 嗯 然後老師說 那你話沒止渴發現 然後女兒說 可是我想買呢 就是他敢講 證明說學生不怕老師 這種關係哈 對 其實學生跟 我覺得跟老師的關係不用到怕 你覺得嗎 對 尊敬尊重就好了 不用到畏懼 不用到怕 那種感覺哈 對 然後 你還感覺什麼 學生放學 我覺得我看 就都挺活潑的 都挺活潑的 挺好 我跟他站著看 校服全是一個色 一出來就是一波藍的 一出來一波都是紫的 粉的 粉的 我媽粉的叫紫的 粉紅紫紅 誰到底叫啥 反正不是紫的 那這色叫啥呀 這色是 這色不叫紫 我媽本來叫藕合 大家懂啥叫藕合嗎 這不叫紫的嗎 那你要 你讓我那個粉絲看看是 什麼顏色 我給你拿著啊 那你說那不對 我說那咋不對 哎呀 她的褲子收起來 媽洗去了 那那個是 那叫紫紅 紫紅也行 那也不是紫的 反正這個叫紫 我知道 對 我媽是覺得說 氛圍還挺輕鬆的 對 我覺得這樣也挺好 就是老師不用到 學生不用到怕老師尊敬就好 互將尊重 然後有一些話 老師也不這樣 老師也不會說對學生 你看像我女兒敢跟老師說 這樣就像半開玩笑 或者是說 我覺得這樣師生的關係 我覺得出還是非常 還是非常好的 對 嗯 這樣事這樣就好了 對嗎 對 你看媽我都不敢露整臉 那露話啥的 那臉有我臉一半大 整個腦袋 我一半腦袋大 哈哈 有那麼嚴重 有 所以我都不敢做到對比 哈哈 哎呦我的天 哈哈 玩小Q的腦袋是你的腦袋的一半大 沒有對比就沒有傷害 對對對 這倆一比你就受傷了 心靈受傷了 嗯 對 我媽去接了一下還感觸還挺深的 嗯 嗯 媽人家說 開運動會也去 嗯 開運動會對也去 也發邀請函了 我的感覺 事兒老了 哈哈 媽在什麼 有那個粉絲朋友說 我們不用接 說那個什麼 說我們太溺愛孩子了 到現在國種了 還在接送 我是覺得說 那不送咋去啊 行不能扯 她得騎10分鐘呢 嗯 走上去啊 然後又有很多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 就走大馬路 好過好多路口啊 紅綠丹 那也不放心呢 就是又機車很快 對不對 然後還有汽車 那走就 好了再說 你說那她咋去啊 哈哈哈哈 誰叫走著去 騎騎自行車去啊 不理解 嗯 然後但是那什麼 那個像我女兒的話 國小自己上學 近的國小 對呀 近然後還有 都有那個什麼導呼老師 每個路口都有導呼老師 我記得她是二年三年 三年級 啊她就自己開車上學了 三年級 其實 嗯 這不是說溺愛 那國中遠的 然後又過很多路口 又很多機車 大馬路什麼的 那沒辦法 騎機車騎10分鐘的 你想想看 又不是說什麼鄉間小路哈 就就那一條道 當然她自己走著去 那國小就在我家附近 我女兒就自己走著去 因為樓下的話 學校附近的那個路口的話 都有那個 呃 志工老師幫忙 就是攔一下機車什麼之類的 你過馬路什麼的 就會在那邊沒有我上那個 有 也學校門口那段 呃 學校門口附近都有 學校有 但是她離學校門口那不遠了 那還得有10個路口 咱 沒告訴你 咱騎那個機車還騎10分鐘 嗯 你說那她走 不得走一個小時 哈哈哈 哈哈哈 哎呀 那沒辦法去 哈哈哈 然後所以說那個什麼 那個 就還是得送 國中還得送 這個溺不溺愛沒關係 對她倆不矮著 不矮著 因為像有的人說我小時候就什麼都自己上學 我小時候也都自己上學 沒那些車呀 是這麼說的 媽你小時候自己上學嗎 咱們都自己上學 小時候更沒車了 是不是你小時候 哈哈哈 連自行車都沒有 哈哈哈 一萬二的家伙 四五個同學一起走 啊 都是走的 啊 媽你小時候連自行車都沒有 沒有 真沒有啊 沒有 哈哈哈 哈哈哈 我小時候好歹還有自行車了 哈哈哈 你小時候上學多近呢 就跟咱家隔一道歉 對 所以咱家都是就近上學 我小時候就就近上學 我媽說啥 我媽說 別上那老遠上學去 冬天一巴根都給你摘舌了 哈哈哈 這是你小時候說的話嗎 我小時候 我媽說不用上那麼遠 冬天一車一滑 這下點雨下點雪 雪一化了又凍了 好了凍了 完了又化了 哎呀我天哪 那老滑了那路面 晚上稍微遠一點的 我高中間騎自行車 然後我媽說不用考那遠的 近邊的就行 要不然一巴根都給你摘舌 哈哈哈 就我媽很不 哎東北人說話很不朋友 哈哈哈 一巴根都摘舌 現在這個的話還是得送 沒辦法 對 啊 公交車 我知道媽媽有個公交車 每天我眼圈就看那公交車咋做 啊 我是聽說有公交車 但是回來那個時間不對 對呀 啊 上學上去 上的那個時間 上的那個時間好像是 還多少能貼點片 那回來咋回來呀 回來也得接 那不害得 那說了忘年不還得 還得連接也得送呢 哈哈哈 沒辦法 這個暫時沒辦法解決 解決不了 這跟溺愛沒有關係 嗯 這個還行 咱家不算太溺愛孩子 是 咱家還好 我女兒 嗯 很早就開始自己洗內衣內褲 然後很早就自己洗澡 襪子 這都是我女兒自己洗 咱家溺愛孩子我覺得還行 主要我懶 主要我 哈哈哈 哈哈哈 就說實話好嗎 主要我懶 主要說你是你不管 哈哈哈 我和人家說鍛鍊什麼自理能力啊 本來就是嘛 我就覺得我懶點 他就自理了 要逗我大包大懶的啊 到20歲他不會他也不會 對 我過幾天 哎媽他們學校有那什麼課 啥個 台灣國中的話那課堡還挺多元化的 他們有那個叫什麼家政課啊 什麼課反正就是學做菜 嗯 嗯 讓我女兒學學做菜啥也行 然後再善不大一點我覺得我們家菜我就可以晚餐什麼的簡單的讓他炒 對 哎呀媽太好了 你說我又可以懶了 哎呀我的媽我一聽太高興了 終於有人接班幹活了 讓他參加 嗯 是不是 有啥活動中讓他參加 嗯 沒有那學校那個 學校那個是有那課程 我買微斗斗的嗎 學校那個賣制服的時候 我買了微斗斗說有這樣的課程嗎 課程那種講的時候我就讓他回家來實踐了 對 給咱做飯 對 哈哈哈 媽你再等兩年看您行行就給你做飯了 嗯 我看行 啊說我叫寶貝也不對 說寶貝要叫到什麼時候 為啥不行 哈哈哈 叫寶貝煩啥的 厲害了 哈哈哈哈哈哈 那叫做啥時候 嗯 我我這歲數了你要願我叫我寶貝也叫我寶貝 對啊 那叫啥時候 就一輩子多行 那那你是你那四十多歲我七十多歲 那怎麼那寶貝不也對嗎 沒毛病 哈哈哈 你你在掌我也在掌呢 哈哈哈 我也不是停留在原地了 嗯 這沒有我意思 沒有 沒關係 跟我媽沒關系 沒關系 哈哈哈 好了那今天就到這吧 好 拜拜 我們明天見媽媽 媽你還記得那套坑咋說不 那套坑咋說呢 你想想 你得提示一下 去年說的還挺零 我等年半年沒說棒了 哦 半年 關鍵的這今天頭一次 哈哈哈 那就是半年沒說棒了呗 我想想看我這後面說啥 你都誤到了 我這一到半 開啟小鈴鐺 對什麼事怎麼說來著 好了那今天到這了 喜歡阿丹影片的朋友點贊訂閱 開啟小鈴鐺 拜拜 拜拜 明天見 明天見 明天見